收到硝烟传来的疑惑 焚老并没有直接回答 只是其目光一直凝视着那道令这片天地都一颤的魔影 武林全魔这一次乃是有备而来 所以他肯定还有更强的底牌 你要小心一些 如果待会出现什么变故 老夫我就再一次地替你出手吧 焚老的声音在硝烟的脑海中回荡着 不过这一次焚老选择主动出手 就说明武林全魔的实力 不是目前硝烟能够与之抗衡的存在 既然焚老这一次都这么说了 硝烟自然不会拒绝 每一次都是自己要求焚老出手 而这次竟然是焚老自己选择出手 看来武林全魔的那底牌 怕是非常强大吧 不过当务之急 还是先让自己对付这武林全魔要紧 按照目前的进展也是非常的顺利 上古镇魔塔和古通化灵镇的威力 也是释放到了极致 在上下起手的不断挤压下 还差一米距离就能够达到同一个水平 触碰 眼见快要成功 硝烟也是不断地输出自己的焚神之力 以及天位神力 圣龙族之人皆是屏住了呼吸 在这最后的关头 或许他们比硝烟更加的紧张 反观神龙族和龙盟这边 各个神兽强者的脸上都是露出一抹震惊之色 龙盟的一位神兽族族长出声道 神龙大人 你的那神秘人似乎要被彻底地镇压了 我们还不出手帮忙吗 这时 神龙大人的脸上也没有刚刚那般轻松自信 因为自从他所认为很厉害的这位神秘人 被上古镇魔塔和古通化灵镇的力量镇压后 就没有了任何动静 看来的确已经被强大的力量给镇压困住了 不应该啊 那神秘人的实力就连我都非常的忌惮 难道真的就这样被硝烟那小子给镇压了 神龙大人 我们出手吧 一些神兽强者生怕神秘人会输 内心也是躁动不安起来 现在出手的话或许还能来得及 事已至此 只能是这样了 神龙的声音传出 虽然只剩下一道神魂体 可是那气势依旧非常的强大 但是就在神龙他们准备出手支援时 上古镇魔塔和古通化灵镇之中的那一道魔影 忽然有了动作 紧接着 一道极其阴森的诡异之声响起 姐姐 真以为我还不了手势吧 既然上古圣主那老家伙 当年都无法用封印炼化魔 就凭你这人类小子 还想对本魔镇压 究竟是谁给你的胆子 说你是傻 还是想要找死呢 今日 本权魔都让你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真正的魔之力量 曾经给上古圣城图成了一次 那么这次 我便将这圣龙族图足一次 当然还包括祖龙族 随着武林全魔的声音传出 那本想动身之源的神龙大军 也是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目光 紧盯那处空间 不少神兽强者 当即 惊呼道 那位神秘人果然没事 而且还留着后手 是吗 当年上古圣主前辈 能够封印你一次 今日我同样可以 萧炎的冷喝 自喉咙间低沉传出 面对武林全魔的强大 气势 萧炎也不甘示弱 天地间的魔气 突然变得浓郁了起来 并且魔气中的那入侵吞噬神源之气的力量 也变得更加可怕 魔气对着圣龙族之人笼罩而来 圣龙当先 直接是运转神力 形成一道防御罩 将这些黑气抵御而下 不过那魔气的可怕程度 已经远远地超出想象 比起刚刚武林全魔所释放而出的魔威 更加地恐怖 这一刻 众神兽才知道 此魔现在 才是要施展出真正的力量了 一群蝼蚁而已 如何抵挡地驻本 全魔的魔之力量 你们体内的神力 转化成我的魔之力量吗 随着武林全魔的真正出手 瞬间那魔之力量 冲破圣龙凝聚的防御罩 直接对着圣龙族之人笼罩而去 可怕的魔气 接触到一些圣龙族之人的身体上时 一股令人痛苦的感觉 自体内传出 并且神力也是 不受控制地 想要破体而出 但是那魔之力量 直接将想要逃离体内的神力 快速地吞噬而下 进行着魔之力量的转化 很快 这些被魔之力量 入侵的圣龙族之人 眼瞳瞬间变异 甚至他们的身体上 布满了蜘蛛网样的网状线条 给人一种诡异质感 怎么回事 我体内的力量 正在被这股魔之力量侵蚀 我的力量被同化了 一些圣龙族的强者 惊呼出声 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实在让人感到可怕 一时间 圣龙族的这些强者的神力 纷纷被魔之力量同化 失去了神力的他们 犹如是魔物的傀儡一般 就连意识都变得不太清晰 萧炎的目光 看向下方那痛苦的叫喊声后 神色一变 没想到这武林权魔 在被自己镇压中时 都还可以对着其他人出手 果然不能小看他了 此时 不管是圣龙族 还是神龙族等神兽强者 在见识到武林权魔这般出手后 都是按耐不住的一脸骇然 特别是神龙族这边之人 心想着自己的神龙大人 竟然能够找到这般可怕的神秘人 作为帮手 还真是匪夷所思 这么强大的神秘人 放眼整个万兽神界 都不可能找得出来 能够有如此恐怖的神奇强者 可怕此人应该来自于其他神界中 毕竟 对于武林权魔的信息 在万兽神界之中 很少神兽知晓他们的身份 就连神龙都不清楚 其身份究竟是什么 当初乃是对方找到自己 并且与自己合作 况且万兽神界 本就是不和其他神界有什么联系 算是一个独立的神界 关于一些万兽神界之外的信息 也就此阻断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 圣龙族有着越来越多的神兽强者 都被其魔器所入侵 个个都发生了一变 就连几位圣龙族的神斩 都差点被魔之力量同化了 然而就在这时 硝烟的周身出现了 炫白色和混色火焰 对着下方的区域弥漫下 形成可怕的火海 焚烧着整个天地 温度也是瞬间急速飙升 此刻这道火焰 所散发出来的炙热高温 能够焚烧一切万物 磅礴的火焰能量 如同喷发的火山一般 天地变得无比的震撼 三昧神火 换须神火 还有一道圣火 没想到你的身上还有神火 难怪你的实力 不同于其他蝼蚁 原来体内竟然有着 如此多的火焰 见到硝烟的火海之后 武林全魔也都是微微的一惊 他自然知晓神火的可怕 只是没想到 这人类小子身上 拥有两道神火不说 还有着其他火焰 这一幕在整个大咒中 从来不存在第二个 然而如今的大咒之中 竟是又见到了一位 拥有多种火焰 急于一身的修炼者 而且还是一位人类 这样的消息 足以能够让武林 就算是其余的全魔 见到硝烟拥有如此多的火焰 自然也与现在武林全魔的表情 一模一样 火海降临 直接对着入侵圣龙族之人的魔器 给吞噬而尽 不过有硝烟刻意的操控 自然不会伤着圣龙族之人 甚至火海中的火焰之力 还钻进了一些 被魔器入体后的神兽强者体内 对着有魔器的方向拢这儿去 将能够吞噬毁灭 一切万物的威能 展现得淋漓尽致 就算是魔器再强大 在地眼 这些魔器也得败下阵来 毕竟神火的威力可不简单 况且在火海之中 还有着焚神之力 这股力量 更是可以吞噬世间任何万物 还不带吹灰之力 所以在硝烟的帮助下 圣龙族的那些神兽 也恢复了过来 原本被魔器同化的神力 也重新复燃 见到这一幕 武林全魔的神色微微移动 自己的魔之力量 竟然被这人类小子给吞噬搅黄了 原本要不了多久 这些圣龙族之人 皆是会成为他的傀儡 那么破坏他好事 自然不能放过了 你真是找死啊 看来不给你 颜色 真让我被你拿捏不成 武林全魔 此刻的愤怒 也是一点一点地 被硝烟激荡起来 一股极其可怕的力量 也是自上古镇魔塔 以及古通化灵镇中凝聚而出 此刻 圣龙等人的目光 齐齐对着上空投射而来 虚空上的魔器 愈发得浓郁粘稠 仅仅这样看着 都感到了一股心惊肉跳之感 你已经惹怒了大人 一旦这股力量爆发出来 就是你的死气 神魂体的神龙 望着硝烟的方位 语气显然有些重 黑色的魔器 自武林全魔体内 迸发而出 直接洞穿了四面八方的 镇压之力 然后这些黑色魔器 开始逐渐地凝聚出一道 可以捏碎一切东西的魔爪 魔爪之上 可以清晰地看到 黑气翻腾 这些黑气 只要被沾染到一点 体内的神力就会被同化 所以魔爪一出 自己对着硝烟的整个身躯 爆轰而出 黑色的魔爪中 还有着一丝暗黑之力 可以吞噬任何光明 包括火焰之光 也是如此 不过 这暗黑之力 并不是很浓郁 想要吞噬神火的火光 也不是那么简单之事 但是 这魔爪的出现 确实让这片天地 暗淡了下来 看来是 吸收了白昼之光 如果 周围的环境陷入黑暗的话 那么这魔爪的力量 将还会提升一丝 就相当于黑暗 是他们的主场一般 而硝烟也是感受到了这一点 那魔爪的力量 一旦被击中 自己 就算有焚神二火的力量 怕也都是会中伤 所以硝烟也不敢怠慢 直接准备 施展他的一个强大底牌 与之对抗 能够与可怕的魔爪抗衡 必须施展 神怒火莲 而且还是由三种火焰融合 想法到这里后 硝烟的周身 竟是出现了三道不同颜色的火焰 三道火焰并列一排 散发出可怕的毁灭波动 每一道 火焰都能够毁灭一方世界 如此可怕的力量 如果融合的话 那么将会诞生出更强大的火莲 融合 硝烟的声音低沉发出 体内的神魂力量也是 被释放到了极致 硝烟现在要做的 就是将三种火焰融合一起 双手直接往内挤压 如今 地炎在焚神形态下施展出来 那么其中自然有着焚神之力 在拥有焚神之力下的地炎 那霸道之力更是恐怖无比 那人类小子要干嘛 他是要融合三道火焰不成 看其样子 好像真的要融合三道火焰 真是玩火自焚啊 融合三道火焰根本就不可能 这小子就是在找死罢了 龙盟中的强者纷纷议论起来 对于硝烟的这一举动 显然有些不太相信会成功 而且 这简直就是在找死 他会成功吗 此刻 圣龙族之中的神兽强者 也纷纷将目光投射过去 他会的 他很强 我相信 他就在圣龙族之人 有着疑惑之心时 其中一位白袍男子站了出来 而他就是之前将硝烟带来 万寿神界的白探 对于硝烟的天赋 和强大的战斗力 他简直无话可说 与硝烟初见时 自己的实力修为 还是比对方强一些 可如今才过了几年 硝烟却已经突破到天卫神 这样的天赋修炼者 他们如何能够与之比较 换作是他 要是突破到天卫神 至少都要数几十万年的 时间 只是他们都不知道 硝烟能够融合三道火焰 乃是因为有焚绝 准确地说 如今的焚绝 已经变成了焚神绝 焚绝可以融合不同的火焰 而焚神绝 却是可以专门试用来融合神火 神火在这样的融合之下 就算是一些强大的神奇强者 都不敢轻视火莲的威力 天空中 发出痴痴痴的声音后 三种火焰 在众神兽强者的震惊目光下 迸发出一道耀眼的光芒 这一刻 就是代表着 三道火焰的成功融合 顿时间 炙热的温度 顿时弥漫在这天地空间 整个万兽神界 都是开始剧烈地震荡起来 在硝烟的双手之间 一朵宽大的三色火莲 缓缓地浮现出 这朵三色火莲上 有着无数细微星光的颗粒 徐徐上升 让人见到了 有一种极其神圣的感觉 这怎么可能 那人类小子 真的将三种火焰成功融合了 随着三色火莲的诞生 那些原本都不相信 硝烟会成功融合的神龙族 和龙蒙之人 此刻 每一位的脸上 都是写满了震惊二字 感谢观看